一定要先确认几件事情 就是第一个你要先确认 你这个 list 是已经有被产生的 所以你要先把 list 1 先确认的 你才有办法把输出给做出来 所以如果 list 1 里面 5 列 10 栏 然后 enter 你可以看到 5 列 那它一定是 5 列的话一定是这个 这个里面会有 5 个列 所以这个是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 第四 第五列 然后里面的话有 10 栏 意思是说有 10 个这个 之列 每个都是 10 个 所以它的关系一定是这样 5 个 这 5 个指的是这个 这个大串列里面有 5 个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外面这个大的里面有 5 个 然后里面的小的里面有 10 个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稍微了解 所以画出来的那个结构一定是就是 反正就是 5 列 你就总共 5 列然后 10 个 反正就类似像这样自己把它画出来 只是说你要把这个概念转换成表格概念 哇 真的就相当会有点难度 而且是比较容易做错了 不过你也不用急啦 因为像这种东西你就慢慢慢慢来 如果做错了 就是你做错了你一定要回到上一步 先确认你前一个步骤是否正确 如果你前一个步骤做错了 你下一个步骤你怎么样一定也做不对啦 ok 反正你先确认 list 1 ok 然后再来去想说怎么样把它输出 输出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 要不就是说它的范围一定同样的列同样的蓝 要不就是说这边的话你可以换成什么 用list 1 去算什么呢 算list 1的长度 所以list 这个地方的列的部分 实际上有几个 几个列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用LEN 去算那个list 1里面的几个 那回来的话刚好1 2 3 4 5 5个嘛 所以5个跟列是match的 那这个colour你可以改成什么 特别之后你可以改成LEN 一样算几个 LEN 刮活 然后你就不能说直接就放这个 这个还是5个 可是基本上这个指的是几蓝嘛 是列里面有几个 那应该什么 你这个地方就要加一个什么 中瓜湖 里面的话第i个 ok 其实 这个i当然会随着里面上面的i变化嘛 意思就是第几列啦 意思说我要抓什么 他如果第一次跑的话一定会抓这一个 意思说这个里面 比如说第一次0嘛 0的话就抓这个 里面算一下里面有几个 回来一定就10个 就把这个10放到这里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道理吧 这个这个地方指的是 这个大瓜湖里面 总共大的里面有5个 所以他就把5的资料 5的数字放到这里 ok 可以知道一下 因为我发现 同学好像很容易错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没有关系 不要急 反正你一定要确认是对的 就ok 才往下走 然后不然的话很容易出错 另外的话呢 这个formator 有同学问说 这个地方能不能改成i追吗 就像这个salesi追要好 是就是不行 为什么不行 因为他不支援嘛 就像说你有的时候你讲英文 你想说你能用英式的方法去讲 用台式的 台式一语 当然台湾人自己听得懂 可是问你外国人一头雾水 有没有 好像有常常讲什么 对对对 或者 好久不见是东潘东西 可是后来外国人也讲东潘东西 很奇怪 我们本来讲错的 结果他们变成一种笑话 讲一讲变成大家也这样讲 对对 或者是相云海也是一样嘛 对对 类似这样的 他慢慢也发现 即使他们也怎么这样讲 原来他本来在笑我们 怎么会讲这种 后来发现他们讲久了 自己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就把它变成他们的惯用 之类的 OK 好像不知道 但目前像这种写法是不OK 因为Python他目前没有资源 那会不会将来Python 有一天突然跟你讲说 你这样写可以 因为鸡飞成事 有没有有可能 因为目前是不行 但以后也许大家都写错了 他就知道大家都写错 那大家都习惯 那大家就是 反正有时候语言是这样 就是什么 就是大家反正习惯讲 久了 自然大家想通就可以了 OK 所以 但目前是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写成这样子 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 还有其他地方应该 大概就 就大概这些 这一题说真的 真的比较难一些些 最后还没做完 因为他要做什么 要做成DIF 有没有 这个DIF要变成什么 他要把什么呢 做一个compute 这个compute 就是要怎么样 在这边列印出来 就是这边产生之后 再把它丢的compute 去做输出 所以那个compute 必须要传什么 传一个liste 假设 这个compute liste 做什么呢 基本上就列印了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先打这个 DEF compute liste 第二个的话 请你怎么样 把输出的这一段 把它搬到上面去 直接移动它就可以了 移动 然后按个TAB键 因为他在他的下一阶 就按个TAB 那我故意取一样名称 因为反正不用改 因为如果你还要再改 就变成这边全部都要改 比如说你可能compute里面liste 你可能叫liste 可是你底下的这些 全部都要改liste 干脆我就不改 有人拖揽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 你就在这边 把这个 在这边执行 所以直接把这个复制过来 这样的话 它就到这边输出 本来是直接执行这一段的 它变成说在上面执行这一段 变成上面是一个制定函数 那通常当然 如果是经常需要输出 或跟其他程式共用的时候 才会这样写 如果只执行一次没有人那么无聊 写这样 OK 只是说他要先确定说 你会不会写制定函数 所以他可能要check的点还蛮多 第一个是确定里面是不是二维串列 第二个确定里面有没有一个制定函数 他才会 就给你分数 OK 所以这一题真的太麻烦了 OK 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刚刚第一个 先在上面增加一个 compute 然后传一个list一 二的话 把刚刚这一段拉过来 直接按个tap键 再把这个名称 复制到这边来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 制定函数就完成了 OK 所以如果是针对考试 就反正三个动作 就制定函数完 完成之后 我们来确认一下 OK 所以执行一下 那一样呢 我就输出什么 输出 5列 10栏 Enter 看要不OK 执行 结果 没有 因为这个 这个 刚刚这个 应该是print这个 print这个要把它关掉 因为考试将来 你要把它注解掉 不要 放这个一定错 OK 因为这个不应该出现了 好 结果 就OK了 好 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606的部分 所以这一题 重点回顾一下 1 产生一个list1 就是刚刚那个表 OK 二维串列 2的话呢 把这个先做完 本来在这边的 放到上面去 多增加一个这一个 最后要执行它的话就是compute 其实就等于这一模一样 DF 中间这个帽号 中间这一块把它放到这里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写一下 606 最后改成所谓的制定函数 所以它有点像一块一块的 所以我看到就是反正当一块 东西放上去 这些其实都还蛮很花时间 所以回去的话真的 有看到我同学很蛮认真的 回去 连假日好像都有在练止 也有在我部落格留言 或者你现在如果有问题 所以你看影片下方留言也可以 比如说你可能发现 城市里面有哪一些状况 你无法解决 你也可以跟我讲说 老师城市里面的哪一个部分 我不太理解 那明确的 最好是影片下方 影片的几分几秒 让我知道一下 几分几秒的地方 老师这个几分几秒的地方 某个观念无法 我还是没办法理解 可不可以请老师详述一下 那我就在底下回应 哪个地方 这地方的意思是什么 可能有的时候我讲太快 我没有讲得很清楚 那你也许可以 就是再发问没有关系 城市这种东西 真的是不能用混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一定要100分 没有你如果说用混的 你真的会很惨 谁卡住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是用背的 然后到时候 要用的时候发现 这地方为什么卡住 原来你观念 其实是有些地方是不对的 或者是说 你还是真的对那个 那个什么 比如说串列 还是是懂非懂 那将来你在操作 一定也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那最好的情况 就是你练熟之后 以后能够触类旁通 无论你在做任何东西的时候 哇 马上想到什么 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然后很快的就自动的 看你要客户端要什么资料 你要跟我要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多多的把它再练习 啊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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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